手游酷玩 通过躲避守护者的攻击 展示真实的实力 并在进行狂暴复仇的时候 增加诅咒 施加强力的反击 并粉碎对方的铠甲人 最终打败他们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是存3D展现 而且立体非常强 场景非常震撼 在操作上也是非常简单 只要我们的手指点击屏幕 我们的人物就会对他进行一次打击 包括滑击屏幕 或者是向其他方向滑击 我们的人物的大刀 就会在不同位置进行广砍 这样的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所有的动作包括移动 都不需要我们去控制 只需要我们攻击 走位是电脑的事 这个游戏的场景是非常震撼的 而且非常真实 包括这个人物的样式是非常的不一样 每一关都有这个场景 包括人物的特色 在玩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这款游戏 我们都会深入到这个场景中 而且3D效果非常的强悍 经过我们一线的奴隶 这个大怪头被我们直接击倒在地 最终用这把宝剑 把这个能量块直接插入 吸取它的能量 在这关也是属于三颗星过关 现在游戏玩到这里 还没有给我们的人物进行升级 也不知道这款游戏有没有此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第三关 第三关也是一个城堡建筑啊 看看里面的样式是什么样的 经过刚刚一段时间的宝剑细能 我们的能量是非常多呀 在这条路上还会出现一些个能量灯 也可以直接把它打掉 同样也是细能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这一关这个大怪头是非常强悍的 而且它的纹身都在发光 但是遇到我们只有一死 看来它的威力是非常强大呀 我们可以进躲闪 躲闪的方式也就非常简单 只要单击屏幕 或者说看它发招的时候 迅速向后撤离 这样也可以躲过它的发招 血条是有限的 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一个绿色的 这就是我们的血条 屏幕的右侧是个红色血条 就是这个怪物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怪物的血条长短进行攻击 有些大招在最末的时候就不必要使用了 很影响我们的发挥 最后一个小boss 看能不能把它直接拼掉 这个boss已经发出个大招 但是现在游戏体我们可以用这个能量进行还气 威力非常大呀 但是它已经没有还手机会 直接几个连招把它打倒在地 这个是一个最终boss 看看能不能把它直接砍掉 而且它的攻击能力是非常强啊 这把大剑已经比我们高了 但是不要怕它 我们可以用这个能量直接把它击倒 根据这款游戏的玩法还有这个操作 包括宏大的背景 推荐指数四颗星 游戏的名字叫风暴之刃 如果哪些朋友感觉这款游戏还非常好玩 或者说想看看以后的场景有多么震撼 就可以在屏幕的下方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